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老公的白月光德绝症快死了,命令我把刚出生的孩子让给他,不同意竟被关在地下室三天三夜,我将计就计送渣男贱女下了地狱。 因老公的初恋,想感受家庭的温暖,他让我把刚满百天的孩子让给他。 你能不能善良一点? 每每他就剩半年了,以后孩子还是会还给你的。 我坚决不同意,却被老公关在地下室活活饿死。 死后我才知道,绝症是假的,想霸占我的孩子是真的,他们共享天伦之乐。 我反成为怨死的游魂。 再睁眼,我回到孩子刚出生之际。 肚子那么尖,竟然生了个女儿。 婆婆尖酸刻薄的话在耳边回荡。 妈,你别说了,她怀个孕也不容易,又是妊娠期高血压,又是糖尿病的。 等这女娃半岁以后,再要一个不就完了。 到时候给她买个18K的项链,她自然而然就怨一声了。 她呀,吃点甜头就听话了。 听到熟悉的算计,我努力睁开眼看着在我床边对话的两人,忽然意识到自己重生了。 腹部的刀口扯着疼,却不及他们明晃晃的算计来得更让我痛彻。 上一次也是这个样子,他们当着我的面毫无保留地算计我。 刚经历过生育痛的我说什么,也不愿意生二胎,可我老公又是花言巧语,又是哄骗。 在一次故意而为的意外下,我又怀了二胎。 你醒了? 婆婆的脸色有些古怪,又追问我有没有听到什么。 我心里冷笑,表面上却摇了摇头。 侧望着隔着我半米距离的女儿,我的心软了一大块。 为了我女儿这一事,我不会再忍了。 老婆,你伤口疼不疼? 辛苦了,为我生下了女儿,等你做完月子我带你去外面大搓一顿。 老公沉闻那张虚伪的脸在我面前晃了又晃, 我心中的恶心没忍住,直接干呕出来。 你怎么回事? 婆婆骂,生个孩子而已,用得着矫情吗? 当初我生完小文,当天就下地种田了。 我扯了扯嘴角,淡然回到,那是公公没照顾好你,关我什么事? 你怎么说话呢? 生个赔钱玩意儿,清高了,是吧? 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生下了龙肿呢? 呸! 我告诉你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选。 陈文气的满脸通红,三脚眼直愣愣地瞪着我。 佳佳,你吃错药了,是吧? 你怎么这样对我妈说话? 赶紧和她道歉。 等你出了月子给她买条纯金的项链赔礼道歉。 听着她的话,我的心底更加冷漠。 原来她也知道给她妈买纯金的, 而我只配十八K金。 我说错什么了? 她生孩子能下地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她。 婆婆彻底破房,死瞪我, 狠狠把瞪子踢翻,然后甩门而去。 陈文看了我一眼,追了上去。 房间里终于恢复了宁静, 我脑子开始飞速运转。 当即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告诉她我生了, 并且要求回家坐月子。 不到半个小时, 我爸妈就出现在病房里, 带着我连同孩子转了远。 疲惫之下,我沉沉地睡去。 等我再次醒来, 手机里已经出现了二十多个未接来电。 绿泡泡上密密麻麻地是她的逼问。 你到底去哪里了? 你是不是疯了? 不接电话,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不会忘了吧? 她是我的女儿。 你要是再不回我, 我马上就报警了。 除了责怪, 没有其他的任何情绪。 离婚吧, 我受够了。 我回。 这种人渣, 谁爱要谁要吧? 我是一点都不想和她们沾边了。 父母的理解让我平和地度过两个星期, 女儿健康地成长。 半个月里就长了两斤, 成了一个胖嘟嘟的小团子。 望着她, 我无数次在想, 上个月上辈子, 我到底是懦弱成了什么样子, 才会让年幼女儿落入别人的手里。 家家, 陈文来了。 我妈平淡地提醒, 让我后背激起了一层冷汗。 自从半个月前我和她提离婚, 她便再也没有理过我。 但按照上一世的时间, 此时的陈文已经和她的初恋黄梅联系上了。 两人不止旧情复燃, 最后还对我的女儿生出了非分之响。 黄梅和陈文直接挑明说, 她得了绝症, 只有半年的时间存活。 她希望在半年的时间里 可以体会到家庭的温暖, 还有拥有孩子的快乐。 而我的老公陈文, 为了让她的白月光得以善终, 便回家劝说我做点善事, 这也算是给孩子积德。 你能不能善良一点? 眉眉她就剩半年了, 以后孩子还是会还给你的。 身为母亲的我怎么会同意她这荒唐的要求, 就在那天夜里, 她把我直接关到了地下室, 两天给我送一次饭。 我思虑过度, 再加上身体极度饥饿, 在漫无边际的黑暗里, 我一点一点地绝望死去。 如影随形的痛苦笼罩我, 低头凝望着怀里的团子, 不甘心地泪滴从眼角滑落。 我绝对不能让她伤害小团子一分一毫。 休想, 妈, 让她滚吧, 我和她之间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妈有些犹豫地望着我, 可孩子一出生就没了父亲, 真的可以吗? 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可以说开? 我摇摇头, 直言和她之间不可能再有复合的可能。 一个隐形的炸弹, 我怎么能让她在我身边呢? 可你一个人离了婚, 带着孩子该怎么活? 孩子那么小, 需要的支出很大, 我们老了, 我妈的眼睛里满是对我未来的担忧。 作为母亲, 我怎么会不明白她的苦楚? 她心里担心着我, 也担心着刚出世的孙女。 我的父母只是中产阶级的退休人, 他们拿着退休金可以快乐地享受退休生活。 我一旦离婚, 所有的负担全部都会落在我自己的身上, 他们于心不忍, 必定会扶持我。 可是, 不是说谁离了谁, 地球是不赚的。 我没告诉我父母, 其实我之后会中彩票, 在金钱的方面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 上一次, 我连彩票都没来得及去换, 就被陈文混蛋关进了地下室。 我和她真的不合适, 半隐瞒半吐露, 我告诉了我妈, 陈文和黄梅不轨的事情。 什么? 你们才结婚两年, 她竟然就有了这种心。 当初她来我们家跪在地上, 让我们把你嫁给她的时候, 我妈越说越气, 嗓音也不由地提高, 怀里的小团子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妈, 有些人不合适就是不合适, 哪怕再勉强, 也是没好结果的。 其中的缘由, 不需要说太多, 一个连自己都管不住的男人, 始终就是个垃圾。 在我妈将陈文打发走以后, 她更狠的话语出现在我的手机里。 吴佳佳, 你给我等着, 孩子我是不会让给你的。 等着我的离婚诉讼吧, 家里的一根毛, 你都别想带走。 我要让你尝一尝, 一无所有的滋味。 看到她此时的冷漠, 我只觉得好笑。 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吗? 忍受不住, 原形毕露了。 离婚, 我求之不得。 但如何争取到最大的利益, 是我当前必须做的。 孩子绝对是会判给我的, 可结婚之前, 我给他拿去的三十万房贷, 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拿回来。 我当即找了我们是最出名的律师, 把我和陈文之间的事详细地陈述给律师。 律师给我的回答, 是我必须收集到陈文和黄梅有不轨行为的证据。 只要证据齐全, 对我而言更有利。 至于那三十万, 必须有完整的证据链, 证明我和他是借贷关系, 才能取回来。 好在那时候, 我在父母的提醒下, 他给我立了一个借据, 婚后他无数次地问过那借据, 我都说不记得放在哪里了三十万固然重要, 可只要孩子在我身边, 一切困难我都不怕。 最重要的是我不想让这三十万, 就这么平白无故地被陈文占有, 便宜谁也不能便宜了陈文那个混蛋。 他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我却被这噼里啪啦伤了个痛。 黄梅既然已经联系了他, 那自然距离他跟我提出那个无理的要求也不远了, 我决定先晾一晾他。 我倒是想要知道这一次我的拒绝, 让他们两人之间没了孩子, 又会发生怎样更加变态的火花。 果不其然, 在消停了三天以后, 陈文再一次拎着大包小包上门了。 妈,这一次我是真的想要让家家回去, 家里没了他, 一点都不像家了。 我和我妈也想孩子了, 再说了, 孩子刚出生, 没了爸爸怎么行? 我还想参与孩子的成长, 虚伪的话通过门板传进我的耳朵里, 让我觉得他恶心至极。 我妈没有拐弯抹角, 直接点明了婆婆这些年对我的刁难。 这一下子, 陈文变成了哑巴。 拍了拍小团子, 我收拾好心情, 推开门, 看到一脸吐色的他。 家家, 陈文叫了一声, 连忙往我的怀里看, 追问, 孩子呢? 去哪里了? 我反手把门拉紧, 问他到底什么事? 心底却对他这种恶心的行为厌恶不止, 现在简直连装都不想装了, 满心满眼都是想要夺走我的孩子。 我还依稀地记得, 在我生完孩子以后, 他连孩子都没看起眼, 整天不是对着他那不停叫唤的手机案, 就是时不时地到门外去接电话。 想来, 他们之间的联系比我想象中的早得多。 妈说的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回去和我妈好好地商讨, 绝不会让你再受一点委屈, 你跟我回去, 好不好? 陈文恳求, 冷冷看他一眼, 我甩开了他的手, 让你妈来和我道歉。 你, 陈文红着脸, 又深呼一口气, 你别得寸进尺, 他一把年纪了, 怎么拉下脸和你道歉? 那你说的不让我受一点委屈, 是指什么? 我跟着你回去, 继续让你妈掐我, 打我, 怪我生不出儿子。 生儿子难道是我决定的吗? 但凡是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 责任在南方。 我一口气, 把陈文堵得哑口无言。 但是他的坚决, 让我彻彻底底再一次看清了他, 想必黄梅在他的心里很重要, 否则他怎么拉下脸, 低声下气地求我回去呢? 什么? 还打你? 我妈大骂。 陈文连忙解释, 是他妈下手没轻没重, 只不过是和我闹着玩。 我一把拉开裤子, 指着那些还没吞去的伤口质问他, 难道这都是闹着玩的成果吗? 他那么爱你, 怎么没和你闹着玩呢? 你们两个离婚吧, 我绝对不能再让我的女儿受这委屈。 我妈的坚决让陈文愣住了, 但很快他便反应过来, 黑着脸立声骂, 离婚可以, 孩子要给我, 其他的你们要怎样都可以。 我呵呵笑了一声, 有什么事直接联系律师, 其他的事情我不想再和你讲。 我做了个请的手势, 直接让我妈送客。 陈文盯着门口的礼品, 咬咬牙又提走。 我妈被他的行为气笑了, 对着我一阵输出, 说是他之前确确实实看错了人, 没想到他是这种阴险小人。 他反倒还劝我, 千万不要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不容易, 我们一家子也可以把孩子抚养长大。 抱着我妈, 我的眼泪再一次没忍住哭了出来, 我向他保证绝对不会让孩子和我分开半步。 接好奶以后, 我和我妈叮嘱了喂孩子的时间, 我便乔装打扮出了门。 按照之前的记忆, 我坐着计程车来到了一个小区。 寻着记忆走, 果不其然, 在一座单元楼的楼下见到熟悉的车。 真是急不可耐呢, 在我那边吃了闭门羹, 马上就来寻找初恋的安慰。 抬头望去窗边, 亲密的两个人没有半丝的遮掩, 黄梅依偎在陈文的怀里默默地抹着泪, 嘴里嘟嘟囊囊地说着话。 陈文则是满脸的心疼, 不停地为他擦着眼角。 文文, 我真的很想有一个孩子, 可惜我的身体不争气。 对不起, 让你为难了, 你的妻子不肯, 也是情有可原的。 算了吧, 就让我带着遗憾死去, 带着哽咽的娇嗔, 从我手中的窃听器里传来。 我死死地咬着后槽牙, 忍住了冲上去把他们千刀万剐地冲动。 美美, 你别这样说, 我一定会说服她的。 孩子刚生下来, 他们有什么感情? 以后孩子跟了你, 你就把他当成你的亲女儿。 等我从我丈母娘家把他接回来, 一定不会让这件事情泄露出去。 你放心吧, 你的心愿我一定会替你完成的。 接着就是一些不堪入耳的打情骂俏, 还有更为恶心的娇喘。 窗台已经被窗帘遮得严严实实, 我转身便走, 找保安以及他们对门的邻居 取得了他们两人存在恋爱关系的证据。 捏着满满的证据, 我直接交给了律师。 胜券在握, 我只等两个人狗咬狗, 还不等法院的船票到陈文手里, 我就迎来了我的第二位客人, 我婆婆。 两个孩子闹着玩也就算了, 亲家母你怎么能让他们小两口分开? 我这个人大大咧咧, 下手是没个分寸, 有时候就是想拍拍她, 也不知怎么的, 家家的腿就那么嫩, 筋不住一点敲打。 要我说呀, 亲家母你也得赶紧说服家家, 让她回家, 她这个出了嫁的人还赖在娘家, 这算什么呀? 说出去让人笑话, 满满的恶念, 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丝毫没有来道歉的诚恳。 进门时她可是口口声声说着, 要来和我道歉, 我妈才开了门, 哪知这一进来, 就直接变了个嘴脸, 这后脸皮的能力让我都自愧不如。 我说, 你管得也太宽了吧? 我的女儿在我家有什么错? 不管她什么时候想回家, 我都愿意。 我妈反驳她, 我紧紧地抱着怀里的孩子, 紧紧地盯着我婆婆。 我之前叫过你一声婆婆, 话我就不想说得那么难听了, 我和你儿子以后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婆婆脸色一下就黑了, 语气也冷了下来。 家家, 别闹了。 我知道你在怪我说这孩子的不好, 但以后等你生了男孩子, 你们一家四口就会快快乐乐了。 手紧紧地攥成拳头, 我再也忍不住开骂, 快快乐乐。 我继续要忍着十月怀胎的痛苦, 然后生下你讨厌的女孩又要被你指责。 女孩子做错了什么? 不管是男是女, 只要是我的孩子, 她就是我的宝贝。 所谓的那些重男轻女的思想, 让我恨不得扒开婆婆和陈文的脑袋, 看看她脑子里到底想的都是些什么迂腐的废料。 她自己也是女人, 为什么要针对我辛辛苦苦生下来的小团子? 家里没有二母弟, 真以为他们家有皇位继承吗? 你? 你真是不可理喻。 婆婆气得脸红脖子粗, 捂着心口做出一副难受的模样。 这些年, 我真的看错你了。 原来你是这种污蔑长辈, 不把我放在眼里的人。 看着她这模样, 我心里只觉得厌烦。 平常只要每次我和她有一点点小小的争执, 她都会做出这副柔弱的样子, 好让陈文妈宝南来指责我。 在他们两人的夹击之下, 我总是只能有苦不能言, 打碎了牙网渡李燕, 最终忍着委屈和婆婆道歉。 所有的情绪一下子涌上心头, 我毫不留情地骂道, 我才是真正看错了人, 被你们母子俩蒙在鼓里当小丑摆弄。 关于孩子的事, 你们想都别想了。 婆婆眼见在我这里行不通, 仗红着脸和我妈开始商量。 亲家母, 你千万可别听家家这孩子乱说, 她这点委屈都是因为她心思歪, 胡乱误解。 你也知道的, 我们家娶个孩子回来不容易, 你就帮着说服一下家家。 家家现在生的这个女孩就跟你们家姓了, 以后生的男孩再跟我们家姓。 听着婆婆的话, 我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 刹那间, 我妈和我婆婆同时看见了我。 对不起, 你说的话实在太搞笑了, 这孩子和你们家以后不会有半点关系。 抱紧怀里的小团子, 我直接背过身去, 直接摆明了我的态度。 你, 你真是快鱼目脑袋, 早知道我就不同意让我儿子娶你。 我就知道, 你这种小家自弃的女人, 是配不上我们家的。 婆婆恼羞成怒, 指着我妈, 你们要离婚可以, 把当时我出的彩礼全部还给我。 还有我买的三斤和你们房子里的那个冰箱全部折线。 听见她的话, 我笑了笑。 原来陈文满我的不止于此, 当初她和我说他们家暂时太困难了, 三斤就先欠着。 连我们结婚时, 我所带的那些金首饰都是她在某平台买的假货。 至于彩礼, 那就更好笑了。 她妈妈给了两万的彩礼, 在婚后就借口说要看病从我的口袋里掏了出去。 又是身体不好, 又是必须马上治疗。 一来二往, 我口袋里连半毛钱都没剩。 冰箱, 那个从二手市场买的冰箱, 早就在我们婚后第三个月坏了。 越是回想, 越是觉得我的生活处处都是漏洞。 满地都是疮仪, 只是我这个人还一无所知。 所有的好处都在陈文的隐瞒下, 全部算到我头上。 这些好事你有机会还是回去问问陈文吧。 我绝对不会让这些虚有其表的罪名再加给我。 瞧着她一脸蒙的模样, 我决定不再隐瞒, 当着我妈的面一股脑全部说了出来。 我妈越说越气, 举起扫帚, 把我婆婆赶了出去。 滚! 你们陈家的人全部都给我滚。 以后也别想踏进我们家一步。 疯婆子, 一家都是疯婆子。 我一定会让文文和你们断绝一切联系的。 我妈越听越气, 气得忍不住, 拽开门和我婆婆打在了一起。 我心里急得不行, 可怀里的团子被我们的争执声吵得哭闹不止。 让你胡说八道, 让你污蔑我女儿。 见独子, 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这样的媳妇送给我都不要。 两人的吵闹直接引来了邻居, 邻居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他们两人拽开。 看见从未与人红过脸的我妈脸上落了彩, 我心里愧疚不已。 我要报警, 你给我等着, 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报警就报警, 谁怕谁? 警察来的速度很快。 他们两人, 你一言我一语, 警察不明所以。 我指了指我们墙上的摄像头, 直接看监控比他们说的话更有说服力。 至于我为什么敢如此放眼, 只因为我妈说先前拽开门先出手的是我婆婆。 在监控的见证下, 虽然定性为护殴, 但我们成了受害方。 警察要求婆婆向我们赔礼道歉, 而且还需要赔偿医疗费。 婆婆吃了亏更加不饶人, 躺在警局里面撒泼打滚, 那叫一个精彩。 等陈文来到时, 婆婆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不由分说的陈文冲着我就举起手, 边喊边朝我挥手, 你妈这个疯婆子居然敢打我吗? 老子今天让你死, 还不等我有所反抗, 一旁的警察直接握住他的手腕, 把他推到一旁。 打女人算什么本事? 再说了, 事情还没搞清楚, 你居然敢在警局动粗? 你是男人吗? 警察的指责没让陈文冷静, 他反而变得更为暴躁, 指着我又骂又跺脚, 恨不得把我踩到你里。 一个身材变形的废物, 还要我三腰四请。 我当初是瞎了眼才看上你, 你这种毫无底线的人 根本不适合当母亲, 把孩子给我。 我绝不能让我的孩子 跟着你变成像你这样 如此垃圾的人。 明晃晃的脏水 朝我静止泼下来。 呵呵, 原来你那么清醒啊, 知道你嘴里说的人是你自己。 你说的这些话, 直接原封不动地送回还给你。 我简简单单的两句话 彻底点燃了他, 他再一次冲着我疯狂扑来, 好在警察眼疾手快 再一次拦住了他。 接着, 警察直接和他说明了 今天事情的经过 并且要求他们赔偿。 稍稍冷静下来的陈文, 那双死鱼眼瞪着我, 说什么也不愿意掏出一毛, 就连最简单的道歉, 他也吐不出一个字陈文, 你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我冷笑着, 看着眼前这个曾经同床共枕的男人, 现在却变得如此面目可憎。 你别得意太早, 吴家家, 我们法庭上见。 陈文咬牙切齿,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不甘, 随时奉陪。 我毫不畏惧地回望他, 心里清楚, 这场斗争才刚刚开始。 婆婆在一旁哭天腔地, 警察对他的无理取闹显得有些无奈。 我转头对警察说, 警察同志, 我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所有问题, 包括孩子的抚养权和财产分割。 警察点头, 表示会记录下所有的证词和证据, 确保公正处理。 离开警局的时候, 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我知道, 接下来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但我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吴家家了。 我回到家, 看着在婴儿床上熟睡的女儿, 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我轻轻抚摸着她的小脸, 轻声说, 宝贝, 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 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我开始积极准备离婚诉讼, 收集所有可能有利于我的证据。 我找到了一份工作, 虽然收入不算高, 但足以支撑我和女儿的生活。 我也开始学习法律知识, 为即将到来的法庭辩论做准备。 与此同时, 我也在社交网络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没想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 许多有着类似经历的女性联系我, 我们互相鼓励, 共同面对不公。 终于, 开庭的日子到了。 我穿着得体的职业装, 带着所有准备好的证据, 走进了法庭。 陈文和婆婆也在对面, 他们看起来有些紧张, 我知道他们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坚决。 在法庭上, 我详细陈述了陈文和婆婆 对我和女儿的种种不公, 以及他们对我的身心伤害。 我提供了医院的诊断书, 家庭暴力的证据, 婆婆和陈文的通话录音, 以及他们两人不正当关系的证据。 面对这些铁证, 陈文和婆婆显得有些慌乱, 尽管他们试图反驳, 但在事实面前, 他们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 最终, 法官判决我获得了女儿的完全抚养权, 并且陈文需要支付抚养费, 直到女儿成年。 至于财产分割, 法官也做出了公正的裁决, 我拿回了我应得的部分。 走出法庭, 阳光正好, 我深吸了一口气, 感觉前所未有的自由。 我知道, 未来的路还很长, 但我已经准备好了, 为了女儿, 为了自己, 我要活得更加精彩。 陈文和婆婆灰溜溜地离开了, 他们没有再敢来骚扰我。 而我, 带着女儿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相信, 只要有爱, 有勇气, 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接下来, 再给大家分享另一个故事。 儿子中考730分, 发家族群无人搭理, 发红包却秒收, 我终于看透人心, 每个大家庭中基本上建立了家族微信群, 大家经常在群里晒旅游的照片, 晒美食, 或者发一些心灵鸡汤之类的。 可是, 如果当你在家族群里发的消息, 无人搭理的时候, 你会怎么想? 李光亮的儿子今年参加了中考, 孩子很有出息, 满分750, 他考了730分, 孩子成绩出来以后, 李光亮非常激动, 他马上把成绩发到了家族群里, 他想和家人共同分享这份喜悦。 可是让他纳闷的是, 平常一向热热闹闹的家族群, 竟然鸦雀无声, 谁都没有在里面说话的。 他不甘心, 发了一个200块钱的大红包, 很快不到三分钟, 红包一扫而光。 可是, 这些人抢了红包之后, 依然在潜水, 谁都没有露面说话的。 他又发了一个200的红包, 这次抢得更快, 一瞬间秒收了, 但是谁都没有祝贺一生孩子中考成绩不错, 李光亮一下子心寒了, 他终于看透了人心。 来自李光亮的字数, 我今年47岁, 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 我是从农村考学出来的, 我有兄弟四个, 我的大哥和二哥在家务农, 我和弟弟在城里工作, 我的老家位于丘陵地区, 小时候家里很穷, 但是父母省吃俭用供我们读书, 两个哥哥读完初中就回家干活了, 我和弟弟相互鼓励着, 要好好读书, 改变家里的贫穷状况。 小时候, 过年那天我都不舍得出去玩, 我就认为只要我在过年这一天努力学习了, 整年我都会好好学习的。 我这个人做事踏实能干, 学习特别努力, 多年苦读后, 我考上了大学, 分到了县城一家事业单位上班。 不久, 弟弟也考上了大学, 弟弟的四年大学费用是我提供的。 我感恩家人的付出, 当我能挣工资以后, 我就主动补贴家里。 那时, 两个哥哥都已经结婚了, 每到种地的时候, 他们买化肥或者买种子, 有时没钱, 我就拿出钱来帮助他们。 我每周都要回家看望父母, 给父母送吃的用的。 那时候, 我的工资低, 只有几百块钱, 每月不到发工资的时候, 我手里就没有钱了。 我结婚比较晚, 三十岁那年, 认识了妻子, 结婚的时候, 已经三十一岁了, 妻子是在工厂上班的, 她的工资更低。 我们家一直省吃俭用的, 大哥和二哥认为, 我在城里上班, 家里的日子就过得很好了。 其实, 我们家的房子才是六十平的, 结婚后过了好几年才买的房子。 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宁愿自己受苦, 也不想让家人为难。 几个侄子在城里读书的时候, 我经常给他们送好吃的, 送零花钱。 父母生病的时候, 我和弟弟出的医药费, 但是照顾父母, 基本上是我的事。 我弟弟大学毕业以后, 上了几年班, 就开始做生意了, 慢慢地积累了不少财富, 开着几十万的车。 由于弟弟做生意很忙碌, 父母生病住院的时候, 很少打扰他。 白天, 大哥和二哥来医院照顾一下老人, 晚上基本上是我在医院陪护的。 三年内, 父母相继去世了, 我的内心犹如被挖了一块肉一般, 非常疼痛, 我白天晚上都在思念父母。 妻子劝我想开点, 可是我怎么想得开啊? 父母在人生上有来处, 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我看着空空荡荡的老屋, 院子里荒草连天, 我的心里就一阵阵地疼痛。 老屋里的一切都还在, 那张老师木头桌子的抽屉里, 我的学生证和我的作业本都还在那里。 多年以来, 父母都没舍得给我们扔掉, 现在成了一种念想了。 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往事呼啸而至, 童年成欢父母膝下的情景, 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如今人去乌空, 我的眼泪哗哗往下躺。 父母虽然不在了, 可是我回老家还是比较勤。 每到农忙季节, 我就回去帮忙, 给两个哥哥家买上鱼, 买上肉, 还得帮他们干活。 我这个人不怕出力, 用镰刀割小麦时, 胳膊都被麦芒扎破了, 也不在乎, 我总觉得我多干点活, 家里人就能轻快一点。 我弟弟很少回老家, 他应该是工作忙碌, 我在单位里就是普通职工, 周末基本上休息。 弟弟周末的时候也经常忙他的生意, 有时开会, 有时去外地出发见客户。 慢慢地, 我发现了让我不舒服的地方, 偶尔我和弟弟一起回去的时候, 我发现家人对弟弟特别热情, 而对我就比较冷淡。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大哥家, 去到以后, 哥哥和嫂子把菜和肉 马上都从冰箱里拿出来了。 他说, 三弟呀, 你们洗洗菜, 去炒菜吧, 我们和四弟坐在这里喝会茶, 聊会天。 我和妻子就在厨房里烟熏火聊的炒菜, 炒出一大桌子菜之后, 嫂子只是起身拿来了筷子招呼大家吃饭。 吃饭的时候, 大哥给我们都倒上了酒, 但是他们说的话都是围绕四弟的生意, 围绕四弟家的孩子, 谁也没有问问我的工作情况, 更有没有问我家里的情况。 一次两次就算了, 我也没觉得太意外。 而我发现只要我们一起回去的时候, 我就成了一种陪衬。 我宁愿不往这方面想, 都是一家人, 相互体谅一点吧。 可是妻子却不高兴了。 他说, 我们回去的时候, 大哥和大嫂家对我们越来越冷淡, 不就是因为你挣钱少吗? 他们这不明摆着看不起我们吗? 每次一起回家, 咱们带回去的东西比四弟家还要多, 都是咱们进厨房做饭, 临走时, 大嫂把存的鸡蛋都给四弟家, 一个也不给咱们, 这样合适吗? 妻子劝我少回去趟, 可是我回去少了的时候, 大哥和二哥都会打电话给我, 问我怎么不回去, 他们已经习惯了我这么多年的付出, 因为每次回去的时候, 我都会带东西不少, 还帮着他们干活。 去年我们搬家了, 从老房子里搬到了一所新房子, 老房子里的物件用不到了, 我就让大哥家的侄子开车来拉回去, 能用的就用, 不用的就当废品卖掉。 当时, 我们家的老房子有一张大铁床, 就是那种用粗钢筋自己焊的, 我问过收费品的, 能卖一千八百块钱。 我家还有两台就空调, 还有就冰箱, 就电视, 还有刚刚买了两年的沙发, 但是新房子里用着不合适, 也只能送人了。 侄子开着货车来拉了三趟, 还没有拉完。 最后一趟的时候, 到了中午十二点多了, 我一直在和他们帮忙装东西, 拆空调的时候, 请了工人来帮忙, 人家要拆卸费二百块钱, 但是侄子一声不吭, 我只好掏了二百块钱给了人家, 当时我就有些不高兴了, 这些东西我都是白送给侄子的, 他怎么这样做事呢? 已经到了饭点了, 我觉得侄子应该请我吃顿饭吧, 因为我送给他的这些东西少说, 也得值六七千块钱了, 光废品就能卖不少钱。 侄子最后一趟装完车以后, 他只对我说, 三叔呀, 我先走了, 你自己收拾一下, 打扫卫生吧。 我非常失望, 我累死累活地干了一中午, 我还搭上了二百块钱的拆卸费, 侄子竟然连一顿饭钱都不舍得出。 我回老家的时候, 我发现大哥家里把侄子拉回去的茶几和沙发都用上了, 他们家原来的沙发已经非常破旧, 根本没法做了。 一个邻居正在大哥家里玩, 他说, 你看你家现在多板正啊, 原来那些就家具破破烂烂的, 拉来这些家具以后, 房子里就像新装修的一样, 真好看。 没想到大嫂根本不知情, 他竟然说, 哎呀, 你懂什么呀, 这都是三弟家不要的, 他们家都没地方扔, 我们去捡回来的。 我儿子费了好大的力气, 从县城去拉回来的, 还费了不少油钱呢。 听了大嫂的话, 我哭笑不得, 看样子还得我给送回来啊。 哎, 一人难称百人心啊。 我对老家里的人问心无愧, 但是人家不知足, 我也没有办法, 我总觉得大家都是亲人, 就得好好相处。 我们有一个家族群, 有时家族里的人, 不管谁出去吃饭或者出去旅游, 都会在群里发个照片, 或者相互问候一下。 尤其是四地露面的时候, 只要发个图片, 就会上来好多点赞的, 说图片好美, 或者争着打招呼。 其实那就是一个问候的图片而已, 比如早上好, 或者晚安之类的。 我知道, 自己人微言轻, 我很少在群里发东西, 但是当我看到家人的信息之后, 都会点个赞。 儿子中考结束了, 周末的时候, 我就带着家人去了海边旅游。 儿子顺手把我们旅游的照片发到了家族群里。 每天晚上, 我都会习惯性地看一下微信, 看看是不是有漏掉的消息。 当我看到儿子发了那条消息之后, 谁也没有回应, 谁都没问一声。 我有些失望, 不过我安慰自己, 也许别人都忙, 都没注意到呢。 可是我发现, 弟媳妇回娘家时, 拍了几张娘家院子里的月季花, 好几个人都马上附和说, 花开得真美, 我一个侄女竟然夸张地说她似乎都闻到香气了。 我把手机关上了, 我不去自寻烦恼, 想那些干嘛。 儿子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 平时在班里都数一数二的, 在全校也是前几名, 考完试以后, 她孤分了, 说能考六百七八十分吧。 我虽然心里对儿子抱有很大的希望, 但是我嘴上安慰儿子说, 儿子, 考完了咱就不管了, 你只要尽力了就行, 能考上高中就不错了, 现在高中也很难考的。 儿子却不高兴地说, 老爸, 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我可是很努力的, 我这是保守估计呢。 这些天, 我明显看出儿子有些焦虑, 越到初分的时候, 越紧张吧。 我和妻子也很紧张, 虽然知道儿子考高中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我们还希望孩子的分数再高一些。 毕竟能有个高的分数进高中, 这也是个好兆头啊, 起码说明儿子的基础知识很扎实, 进了高中之后不至于会被落下功课, 考大学才有希望啊。 昨天我正在上班, 儿子打来了电话, 他高兴地说, 爸, 你猜我考了多少分? 我说六百七十还是六百八十? 儿子说, 继续往上猜。 我时时尽猜了七百分, 儿子高兴地说, 老爸, 我考了七百三十分。 在全市的成绩都能数得着, 在全线的排名更加靠前。 我一听这么高的分数, 非常激动。 当同事问起的时候, 都说孩子太棒了, 能考七百三十分, 不容易, 不简单了, 将来一定会考上个好大学的。 我谦虚地说, 现在离大学还很遥远, 孩子的路还长着呢, 需要他继续努力, 这样的分数只能说明他在初中阶段认真学习了, 以后还得继续努力。 我一激动, 就随手把这个分数发到了家族群。 我留言, 儿子今年参加了中考, 成绩是七百三十分。 没想到我发出这个信息之后, 谁都没有说话的, 就像上次儿子旅游的照片发到群里一样, 大家集体沉默, 商量好了似的。 这次我特别受打击, 我觉得儿子中考成绩比较好, 这是一件好事啊。 儿子将来要是能考个好大学的话, 光宗耀祖, 全家人都会觉得脸上有光啊。 我甚至在想, 也许家里人都没有时间看手机呢。 我不甘心, 直接发了一个二百的红包, 被驻由二十个人来临。 没想到不到三分钟, 红包被一扫而光, 谁也没有问我为啥发红包。 我这次豁上脸皮了, 我说了一句为了庆祝儿子中考七百三十分, 我再发个大红包, 我又发了一个二百的红包。 红包这次抢得更快, 五十秒内秒收, 一个不剩, 但是谁都没有祝贺儿子。 我心凉了, 我在看手机时, 没有抢到红包的几个侄孙辈, 竟然在群里发了好几个不高兴的表情, 嫌没抢到红包, 让我继续发红包, 那些大人依然没有一个出来说句话的。 我一气之下, 真想退群。 我终于看透了人心。 妻子也看到了群里的情况。 她说, 你退什么群? 不至于吧, 我早就看明白了, 难道你还没看出来吗? 在这个大家族里, 谁拿咱当回事了呀? 让我说你就不该把孩子的中考成绩发到群里, 咱们家自己人高兴就行了。 有几个人盼着你好啊? 他们甚至会觉得, 咱儿子要是考不上高中更好呢。 以后, 你不要在家族群里发任何消息了, 也不要给人家的信息点赞了, 咱不巴戒谁, 也不让谁看不起咱们。 容不进去的圈子, 咱就不枉离己, 至于回老家, 逢年过节咱就回去趟, 平时少回去, 该有的礼节咱少不了, 但是让咱继续花那些无意义的钱, 咱们再也不花了。 我想了想, 妻子的话非常有道理。 以后不管有什么事, 我再也不在家族群礼发了。 孩子的姥姥家知道中考成绩不错后, 专门在饭店里摆了一桌, 把岳父那边的亲戚都叫在了一起, 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 姥姥还给了孩子一个两千的大红包, 鼓励孩子到了高中要更加刻苦学习, 考个好大学。 平时, 我对岳父一家也很好, 他们也时常帮助我们, 有来有往。 我心里非常不舒服, 这些年, 我对老家里的人出钱出力在所不辞, 没想到他们如此冷漠。 我已经打好谱了, 过好自己的日子, 低调的生活, 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放在心里, 从此, 安静的生活。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